康巴汉子丁真一夜之间火爆全旺 就因为一条奇妙的短视频 从一个放牛娃成为了新近网红 11月11号丁真的短视频上传 11月18日 当地的国企李唐文旅公司率先收编了它 21号丁真入住微博 发了自己的第一条入职信息 11月25号丁真就拍摄了丁真的世界 我是丁真 我今年20岁 我的家在四川甘子株李唐县 就住在赶紧小山脚下 丁真也因为这部宣传片 个人IP到了一个巅峰 活到了日韩 让大家见证了大数据流量时代的造星速度 丁真是2020年当之无愧的爆爆 他这段时间的际遇 堪称一个少年的网络奇幻漂流 丁真如今是花团紧簇 可他还能受宠多久呢 网红在许多人眼里是烟花之夜 绽放时璀璨绚烂 但转瞬即逝 消失于黑夜 你还记得曾经的那些网红吗 像天仙妹妹 西里哥 她们都像丁真一样被拍红 现在她们还好吗 天仙妹妹 15年前四川里县 羌族女孩 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 可以说丁真现在有多红 天仙妹妹当年就有多火 丁真和天仙妹妹非常相似 都来自四川 一个是羌族 一个是藏族 难怪有人说 四川是出网红的地方 丁真和天仙妹妹成名之时 都是20岁 都是因为外表出众受到关注 都因为拍红 一个因为照片 一个因为视频 受到热捧的原因也一样 纯真 自然与干净 天仙妹妹本名 尔玛伊娜 出生于1985年四川里县 2005年 尔玛伊娜的父亲 患上骨骨头坏子 他从歌舞团辞职回家 照顾父亲 因为家在国道边上 一天 一个中年男子 也就是浪兄 到他们家 来给汽车加水 浪兄看见这位美丽的姑娘 请他把最美丽的衣服 穿上拍照 他就把妈妈的服装穿上了 拍照后 尔玛对浪兄说 你可不可以把照片 洗出来寄给我 因为自己没有几张照片 觉得照片很珍贵 没想到浪兄 把这组照片上传 于是这个美丽的 四川枪族姑娘 一夜走红 凭借一组 身着枪族民族服装的照片 成为了最美的天仙妹妹 天仙妹妹为何能获 尔玛伊娜认为 因为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 水土以及民族 大家感兴趣的 并不只是我个人 他们更感兴趣的 是我身后浓厚的 民族文化 如果她是一个 汉族姑娘 大家也没那么关注了 阿巴州水土养育了我 我这个枪族 赋予了我太多的东西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 并不是我个人 这样一个女孩子 因为像我这样 女孩子在阿巴州 特别多 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 我身后的浓厚的 这个民族的文化 后来有人质疑 照片分明是摆拍 有炒作之险 尔玛伊娜否生炒作 她说在拍摄照片之前 浪兄和自己并不认识 她也不知道拍照之后 浪兄就把照片 发到网上去了 天仙妹妹走红后 各种媒体都开始关注她 上网会 杂志封面 与巨星同台演出 还有网站专门为她 建立了论坛 那时候 论坛BBS 是最火的网友聚集地 在2005年 新生代武相评选中 她力压 李宇春 严成旭等 以44%的高得标率 获得冠军 另外 与丁真走红后 成为礼堂旅游大使一样 当年 天仙妹妹也担任了 四川里县的旅游大使 天仙妹妹回忆当年的走红 说 当时网络和现在不一样 聊QQ都要去网吧里 信息比较慢 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经常有游客到阿爸旅游 半夜三更 来敲我们家的门 很多粉丝寄了很多礼物 还有一个北京的网友说 要娶我 直接从北京飞过来 自己觉得挺可怕的 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我没有做好那样的准备 然后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我没有做好那样的准备 经常会有游客到阿爸旅来 旅游的时候 半夜三更都会来敲我们家的门 然后说我们要见天仙妹妹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更让她不适应的是 天仙妹妹签约的公司 给她接了太多的商业 以前她到过最远的地方是成都 后来每天都是一天要飞三个城市 就像机器人一样 都是在工作 没有亲人 饮食也不习惯 自己就天天哭 而更让阿玛伊娜觉得迷茫的是 她不知道这些活动之后 自己何去何从 天仙妹妹这个称号 能够给她多久的加持 而玛伊娜决定跳出 天仙妹妹的网红身份 要做专业演员 要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习 这个决定遭到经纪人强烈反对 认为应该在最火的时候 完成资本累积 却上几年学之后 人期也过了 未必还有人认识她 但是天仙妹妹还是决定 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系统学习表演 不过这条路 显然比她预想得更艰难 大家对她的认知 还停留在以前的天仙妹妹 尽管尔玛伊娜 想以专业演员的身份被认可 但许多人还是不愿 将天仙妹妹这个标签 从她身上拿下 来找她的戏 还是看上了她天仙妹妹的流量 于是天仙妹妹决定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这样她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凭借天仙妹妹这个身份 尔玛伊娜从阿爸来到北京 拍戏 再开设影视公司 担任制片人 今天的天仙妹妹 已经35岁 定居北京 在北京买了房 但尔玛伊娜觉得 自己还是喜欢 家乡的蓝天白云草原 自己迟早 还是要回家乡的 即便经济稳定 可以很好地照顾父母 但父母对北京不习惯 住几个月就想回四川 今年10月 35岁的尔玛伊娜结婚了 丈夫为了她 学会了做川菜 说四川话 这些都让她觉得很幸福 今天的她 虽然没有当年有名 但生活更自在安稳 15年弹指一挥间 回想人生走过的历程 尔玛伊娜坦言 她还是很怀念 当初在家乡 生活的那段时光 她说那时 无忧无虑 简单美好 如果没有出名 没有出来的话 我肯定已经连孩子 都有好几个了 不过她又非常感激金玉 感谢浪兄 感谢大家 她说 阿爸像我一样的女孩很多 自己有幸 因为天仙妹妹 被大家所认知 到了北京 完成了学生 演员 制片人等身份的转型 今天的她已经不再喜欢 别人叫她天仙妹妹 或者天仙姐姐 她说 我就是尔玛伊娜 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到我的作品 然后多关注我的作品 不管是由我去演绎的角色 还是说由我担当制片人的这个作品 我都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现在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倒流 我还是想回到当初在家乡生活的时候的那段时光 我觉得那段时光是对我来说是最无忧无虑 也是最童贞 然后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觉得看到她 我就觉得好像定真现在走过的路都是当时 我觉得天仙妹妹走过的路 对 现在在看定真 我就觉得 我希望定真能够走出去 然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我又觉得定真应该留在那里 然后她属于那里的蓝天白云 还是希望定真能够像当年的天仙妹妹一样 能够听从她自己内心的声音 做自己的决定 我是游儿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分